新竹县新湖分局在日前接获了报案 有一名42岁的孽姓男子因为不明的原因 遭人迟到砍伤 只好负伤躲在超商内 由于范贤伤人之后随即逃离现场 警方火速调阅监视器 逮到人之后询问室友 才发现范贤乌龙找错寻仇的对象 所幸被害的男子经过119救护人员送医之后 伤势稳定也没有生命危险 日前本分局侠内深夜发生一件 男子遭人砍杀之案件 本分局受理后立即与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 并报请新竹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经调查后锁定龚姓祖贤等5人设有重贤 分别在基隆市、新北市金山区、桃园市大西区 及湖口交流道等地区将5名犯贤逮捕到案 并当场扣得毒品大麻一包 安非他命吸食器、犯案开山刀两把 犯案医务等证物 经查系拱姓男子误认其成姓女友与别的男人喝酒 因而出境大发 遂伙同其他共犯 将被害人误认砍杀 全案依杀人未遂 及毒品危害防止条例 移送新旧地检署侦办 寻仇乌龙却虽到无辜的民众 新湖分局也特别呼吁 民众遇到事情应该要理性处理 不要使用暴力 如果有暴力不法情势 警方一律会严正执法依法从严就办 记者解书期新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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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